跟共產黨打交道 它不是一般的民主國家 而且它的政策是僵化的 你知道當它一個政策決定的話 從上到下就是一路這樣子 一條邊就下來 然後一下子改不過來 它就一路走來 那你說對賴清德 我覺得他們就是說 刻板印象就是說 你就是個台獨工作 落實的台獨工作者 但是問題大家應該注意到 賴清德在整個選舉的過程中間 他有釋出善意 他真的沒有提台獨兩個字 而且他也好像也很輕鬆的說 要邀習近平吃飯 對啊 吃蝦仁炒飯喝珍珠奶茶 對不對 剛開始的時候他有點囧 你知道因為大家罵他 我覺得我後來跟他說 其實那個很好 那個很幽默 蠻有意思的 很有誠意啊 對 所以他後來就講 還要請他吃喝奶茶之類的 但是對老共來說 你知道他那個僵化的那個制度 一下子轉不過來 那個價值擺得很高的 對 他就認為就是說 你就是個台獨 落實的台獨工作者 所以他不能轉 他沒有去注意到說 當賴清德已經釋出這樣的善意的時候 上面的決策還沒有發現 還沒有真的改變 所以才會就是下面就一路遵行過來 那問題是你知道這一個民主國家就像王國財說的 我現在這不讓你去 但是如果有善意回應的話 我當然可以改過來 這就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做法 但是共產國家不是這樣 很僵化 要等很久 對 所以你跟共產黨打錢 調整要一關 又過一關 時間桿拉得很長 對 所以你跟共產黨打交道 不能用一般正常人看 當然你說這個旅行業慘不慘 慘 沒錯 他們真的是損失蠻大 打擊也蠻大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掉就是說 當一個國家的政策 而且老共 你知道他最近的一些動作蠻多的 特別是賴清德當選以後 那他也許沒有期望到說這樣 而且他的政策就是這樣 所以賴清德當選他就這樣幹 如果說國民黨當選他就不這樣幹 說不定是這樣 但是不要忘掉 世界上其他國家 對老共的印象也在轉變 剛剛他有舉例 剛剛我們那個議員有舉例說 他過去一年跟前年人口差那麼多 你知道嗎 中國剛開放的時候 世界上對他們非常友善 而且大家到那邊去開會 去旅遊 所以觀看你知道你那個飛機上 你知道我雖然不去那邊 但是你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飛機上就有很多那個外國人 我說你幹嘛 他說他要去大陸 我說幹嘛開會 所有的會議都在那邊開 而且所有的政策都到那邊去 非常友善 有商業的有觀光旅遊都有 然後商業也去那邊做生意 可是當他慢慢慢慢強起來以後 他態度非常惡劣你知道嗎 所以西方國家現在就 大家想剛剛講疫情前 當然他後來疫情發生的時候 他那個清零政策 你根本不知道你今天到了大陸 是不是就被封起來就出不來這樣子 當然有可能他的政策就是非常僵化 所以他後來這個政策 而且他覺得他現在越來越強 但是坦白說你再強 你差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差太遠了啦